二十九 叹息之敌福可事 事则明日复明日 叹息之时即为功 莫让叹息待行功 试破机关当下道 何来挠毁与探风 社会上有很多人动不动就灰心叹气 实际上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 这是阻碍事业成功的一种暗藏之敌 因此我们绝不可轻视它 如果说今天受到一点挫折 便哀声叹气 一筹莫展 自己鼓不起勇气了 那么这件事就会一天接一天地拖下去 甚至于被彻底拖垮 这个事业就再不可能成功 所以我们在一遇到挫折 而想要叹息的时候 就应当及时把叹息化为力量 不去叹息 而代之以行动 千万不能让叹息 把我们行动的时间占去了 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 自己就不会再有后悔和烦恼了 一遇到什么事 当下就做 转化叹息为行动之功用 这才是智慧的做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